各位朋友 現在是4點04分 沒錯 我今天相當早就出門了 因為我去我們士林的馬修腳踏車店 去換前後煞車皮 因為我的煞車就被磨得差不多了 這幾天煞車都煞不太住 都滑滑的 本來還想說要多撐幾天 是因為昨天真的是差點撞到一隻小狗 因為一隻煞都煞不住 這個時候就決定 還是趕快去處理一下煞車皮的問題 不然哪天就是煞不住撞到人 哇 那個真的是 就糟糕了 所以就決定今天就去換煞車皮 前後都把它換掉 那換了這個比較好一點 成本 不能講成本 而就是這個煞車皮 前後換起來大概700多塊錢 但我覺得還好啦 這本來就是一個必要開銷 這樣子 而且也是為了自己安全 跟為了別人安全 這樣子 好 那麼我現在其實已經上線 那我現在騎到大龍街 大龍街是這邊 那我會慢慢的往老地方前進 那今天呢 一樣 今天一樣是採比較佛系跑法 這樣 那今天會挑單 今天會挑一下 盡量挑一下這個價錢比較高的單來跑 這樣 因為反正 呵呵呵 假日 假日燙 假日標是跑不完了 這樣 那其實我也有一點想試試看 要是我假日標 就是這次假日標 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 都跑比較低的數量 然後都沒有給它打標 有沒有可能會降我的燙次 降我的那個燙槳的數量 這樣子 我想試試看 試試看 就做個測試而已 那沒有降你就算了啦 那就任命一點 就是把它跑完嘛 這樣子 好來 那麼 今天風也有點大 也是好事 這樣晚上跑起來也比較不會太燙 比較不會太燙 這樣 喔喔 真的風大得離譜啊 嘿嘿嘿 大到我那個 那個 那個腳踩前進喔 都會覺得有點阻力在前面 這樣子把我往後摧 超級搞笑 好啦 那廢話不多說齁 我就先往老地方慢慢前進 那 然後 就是挑單啦 挑一下 挑一下就是價格比較好的再跑 這樣子 所以今天也就先暫時 把這個 開示單 呵呵 把開示單這個先 放一邊 試試看啦 試試看 這樣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這個大橋頭這邊齁 那我在這個全家買了這個兩罐水 那單就進來了齁 豆花莊的單 那這一單是2.5公里 50塊齁 這樣 那我覺得可以啦 可以接受 這樣 因為我今天設定就是盡量 要金額多一點了嘛 所以50塊以上我都可以接受 這樣 但是距離不要太遠 那2.5公里我覺得OK 收送2.5公里我覺得OK 收送2.5公里我覺得OK 好 那麼我現在要去寧夏夜市啦 各位朋友 結果豆花莊這一單齁 有八碗豆花 然後呢 要送到花博針驗館 也就是今天的這個 電玩展的這個會場的門口 嘿嘿嘿嘿 我應該讓它先飛一下才對耶 不過也沒辦法 因為你 就不會知道是送到那邊去啦 所以其實 也沒有什麼意義這樣子 喔 一讓它飛一下 就是當機車那個司機喔 看到這個應該都會想要期待 因為車子要停在外頭 然後再走進去 喔 確實是蠻麻煩的一件事情 喔 不過因為剛剛我接起來的時候 並沒有看到就是說 它是送到玉門街喔 這樣完全沒有寫 喔 它只是寫就是在那附近而已 最近喔 我常發現喔 就是這個Uber街單的畫面的地圖 欸 這個其實真的是奇奇怪怪喔 它會放在這個真實地點的附近 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喔 這樣子 這樣子其實對一些 真的要看詳細地圖來 確定要不要接單的朋友來說 確實是一個麻煩的事情啦 這樣子 好啦 那也沒辦法 反正這也是Uber 擔心大家挑單喔 的一個措施吧 這樣 那不管啦 好 那麼我現在在民權西路 所以我這邊待會就直接給它右轉 民族了啦 民族了 民族就這邊右轉 然後再左轉 嘿嘿嘿 就可以到華國了 欸我 欸我從小巷子過去好了 那 剛剛好 就是 各位有想要騎腳踏車的 來跑Uber Eats的夥伴喔 這樣 不管腳踏車或電腐車都一樣 你們一定要鎖巷子 巷弄一定要鎖 因為真的能夠節省你們很多很多的時間 這樣 就是說我們騎電腐車腳踏車 說老實話 不是跟你拚快啊 我們拚的是節省時間 那 很多人或許會想就是說 欸 你就省個紅綠燈而已 我跟你講 紅綠燈加加起來喔 也是不少時間喔 有時候 像譬如說 我遇到那種拆單的 有時候我可能送的比 機車司機還要快到達 喔 就是靠這 在小巷子鑽來鑽去 喔 好啦 我要過馬路的不囉嗦 哇 今天好熱鬧喔 今天 這個 好像是菲律賓 那個 菲律賓移工的這個 教會活動 禮拜 禮拜天 他們都會在這邊 啊 其實 這附近的商場 就是 也還蠻靠他們的啦 這樣 就是這些菲律賓的移工 就把這附近的商場的這個 這個生意喔 就是 起死回生這樣子 因為在我小時候 這個叫做 金彎彎明電城 其實曾經沉級過一段時間 他們原本是很非常的 非常這個有生意的 但是後來就沉級了 後來又因為菲律賓移工的關係 他們又活起來 這樣子 其實台灣 台灣 這 大概 20年吧 20年經濟 其實 說真的啦 就是 我們還蠻需要 需要很謝謝這些移工 這樣 尤其是中立 因為我小時候有在中立 生活過一小段時間 哇 中立那個時候跟死承一樣 真的跟死承一樣 因為一些那個中立的年輕人的人口 哇 也非常非常嚴重 後來有中立工業園區 引進了大量的這個移工喔 有泰國移工啊 印尼的移工啊 還有越南的移工 讓他們來到這個中立工作之後啊 中立的這個生活圈 還有就是包括 當地的這個消費經濟 都是靠這些移工撐起來的 喔 這樣 所以 所以說真的喔 台灣真的要謝謝這些人 真的要謝謝他們 喔 其實 像我剛剛是舉中立 因為我比較熟中立啊 但我相信還有其他地方也是 譬如台中啊 高雄啊 彰化等等 都有這樣 喔 好啦 我要過馬路 廢話不多說 嘿嘿嘿 好 OK 那我目前在天祥路 那我已經沿路過來 已經看到好幾位這個夥伴 都在路邊等單喔 所以我認為今天應該也是等單的日子 那沒有關係 反正今天呢 我就就是挑單跑 挑單跑這樣子 就是不要 盡量不要接什麼很低的40塊啊 24的假單 這種我就放棄 我會盡量都50塊以上 這樣 也就是說 不要有這種 就是 不要有那個燙翅的壓力這樣 好 我想試試看喔 要是 夏日飆這樣子跑 會不會把我的這個 這個 燙 燙翔的燙翅數量降低啦 希望會希望會 反正就試試看 試試看 好啦 喔 這個是 好 那好像不是鴿子 那好像是板酒 唉唷 對 那好像是板酒 喂 旁邊的夥伴接到達 OK 那麼 我繼續往老地方前進 好啦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這個 這個什麼公園 4號公園 喔 不是 7號公園 沒關係 反正我小時候這邊是眷村 齁 然後現在變公園的一個地方這樣 呵呵 我有點忘記了 喔 不知道大家齁 就是有沒有染疫過這樣 齁 我是去年10月染疫的 齁 這樣子 那 那一次呢 就是 因為我天生有鼻炎嘛 這樣 那 結果染疫的時候 我以為是鼻炎 因為它整個症狀跟鼻炎是一模一樣 齁 結果就有點疏忽了這樣子 結果搞到我後來啊 就有一些後遺症 後遺症 後遺症就是驚於腦 有一些東西齁 有時候會想不太起來這樣 不過我覺得可能這樣子的日子 也會比較輕鬆一點吧 不然其實按照從前我會把很多事情都 牢牢記住 然後放在心裡面一直醞釀齁 常常會有點情緒不穩定的狀況這樣 呵呵 好啦 講那麼多廢話 其實我剛剛呢 就送一單到這邊來齁 這樣 那我送到的時候呢 系統又丟了一單給我齁這樣 要我去三創 三創 三創仙玉仙 喔 其實齁 呃 今天 不是很想要跑三創那邊去收單啦 呦 等一下喔 哎呀仙玉仙三創又來了 它加價各位朋友 它加價 呃 剛剛是五十塊 現在加六塊 看來是真的沒人送啊 好啦 接啦 因為是五十塊以上 接接接 好啦好啦 剛剛我還在講說不想去三創 好啦 沒有啦 我要講一下說為什麼有點不想去三創 因為 人多嘛 這樣子齁 可能就是會 會這個 需要等餐啊之類的 齁 因為這種架式通常三創美食街 人都會很多 齁 那這個時候很有可能 你的餐點就會被延後這樣 齁 齁 真的是有夠暈倒的 好啦 沒關係啦 反正我今天就是比較 就是輕鬆跑 佛系跑齁 那就給它玩一玩 然後這樣 我十二秒 好啦 我過馬路 專心過馬路 好 各位朋友 我現在被系統帶來這個 復興北長安東腳踏口 這邊齁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附近紅通通的 這也是靠近上淳水果行這樣 屬於高需求地區 所以那我應該會在這邊待一下齁 這樣 那 應該講說我會往東區的方向走 這樣 會在這附近待 這樣 反正我都被系統帶來囉 就順其自然過來囉 好啦 那往那邊前進囉 各位朋友 在這個捷運大安站這邊發現一台 腳踏車熊貓 應該很久沒騎了吧 後胎都沒氣了 然後那個鏈條都生鏽了 好 不過它那個包包 是用了蠻久的樣子 所以表示之前它應該很勤勞在跑 可能後來換車吧 不知道 各位朋友 目前手上有一單 要往忠孝東路四段送 這樣 這樣 那麼這單送完的話 我今天就實心三百 的這個搭乘了齁 所以那我今天應該就會下線了齁這樣 那麼我先專心送餐 待會兒再來這個 想一下廢話 好各位朋友 我現在在忠孝東路四段 這邊 那這個Uniculo的旁邊 我剛送我手上最後一單過來 這樣 那我今天總共跑了二十趟 從四點開始跑的 四五五六六六七七八 四個小時 四三十二十星一千兩百塊達成 這樣 那今天其實確確實實是有稍微挑一下單 一些奇奇怪怪的單 我就盡量不接 但是 還是有一些疊單我有接 就是 它那個 它那個單跳進來的時候 旁邊有寫 就是說 送的地點是一樣的 那我就接 因為其實我就是等 等於是到這邊收 到這邊收 然後就往同一個地方送 這樣 那我覺得無所謂 那我就收了 那雖然只有二十四塊錢 還是三十塊 我就還是拿 這樣 那麼 這一次的這個 週末湯獎 七十五趟 我是沒有完成 這樣 因為我昨天跑得很差 昨天聽說後來 就是有一些司機夥伴 等到八點 單又開始慢慢的出錢 所以就有些夥伴 其實還是跑到二十趟 二十五趟 三十趟這樣 那我昨天就是沒有經驗 因為我這跑了 禮拜六也才跑了兩 兩週 昨天算是第三週吧 所以我完全沒有經驗 所以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就跑回家 這樣 那我明天 我一大早就要起床 這樣 所以我今天就不想跑太晚 不想太累 早點回家休息 不然明天早上起不來 就慘了 這樣 那我這一次週末湯獎 我只跑四十七趟 不知道這個系統 這個UberEats工會 會不會就是 看我就是 跑不完 這樣子 幫我降降我的這個湯匙獎勵 OK啦 好啦 那麼我就趕快回家了 因為我要早點休息 今天要早點休息 明天要早起 好 那麼就下禮拜二見